那很多字节就会说舍利佛 那一样 假如说用明相的话 对我们帮助也不大 那我们进入其中的真理 色就是房子 粒子就是住在房子里面的人 所以这个色就是我们的身体 粒子就是精神 在身体里面的精神 舍利子 那我们假如说在凡尘 能够保持我们精气神都不消耗 那我们一构思去火化 烧出来一颗一颗真知 那个就叫舍利子 可是那个是另外一个角度 各位有看过吗 舍利子 那个舍利子还蛮多 那个山藏的舍利子在入月坛 那个释迦摩尼佛的舍利子 这个佛教本身有很多都有拿到 有供奉 而且那个舍利子还是活的 它会长大 那各位就可以了解 这个有一点神秘色彩 像那个广青岛和尚在南部归空了以后 那北部那个贤天禅寺 那个地址就是本来 那个就是广青岛和尚开的那个庙师 那么这一些信徒 有的就没有时间下去 那有的有这个时间就到南部去 那没有办法下去就请偷 你就把他拿几颗回来给我 我来供奉 然后他就负责使命到南部去 结果南部的信徒都已经拿光了 那怎么办 就拌了 还有人交代要拿 不然那个也好 骨头腑也好 这个就用容器就装着 装着就回北部了 到咸天禅寺的时候 那些这个没有下去的地址 你帮我拿几颗回来 你拿了几颗回来 他说还有 还有我们的份 不然你帮什么回来 他就拿那个容器出来 一打开以后 竟然真的变成设立子 奥不奥奥 很这个神庙 真的就真的是设立子 所以这个叫成心手感 你真诚守志 真的经死为开 有那个成心 真的就把那个骨头灰 变成设立子 这个是我们讲设立子的另外一个角度 那有的注决都会讲设立佛 可是设立子 设立佛对我们帮助都不大